回到国际线出发 我们来关心2024年一开春 其实呢 大家都在关注1月份 在货运的运价 涨幅非常的强势 而接下来可能全球 在这一年要面临的是 相当多的不稳定性 究竟目前在鸿海地区 所带来的货运危机 可能影响层面有哪些 我们请到的是 淡江大学禅经县教授 蔡明芳 蔡教授 来跟大家解析 蔡教授你好 梓林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先来看到我们刚刚讲的 鸿海危机 其实要回到就是之前 在2023年年底 过去大家非常关注 但是又觉得 好像没有这么大的影响 但没有想到1月份 却有一点点扩大的情绪 就是目前夜门的青年运动 在美国的青年运动的 这个回集当中 已经在18号 进行了第五次的轰炸 而这次在美国总统拜登 一直在强调 打击行动将会持续的 持续进行当中 但是到目前为止 仍然没有办法阻止 青年运动在鸿海附近的袭击 所以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就说 其实青年符合是目前在恐怖主义定义当中 相较于过去的定义 可能要再提升一个层次 所以美国会直接把它认定为 全球的恐怖分子 但无论如何 以政治跟军事角度撇开来看 你可以看到直接对经济上的影响 目前可能会接下来 有停取红海的包含了 日本的游船 商船三级 以及川崎的汽船 甚至还包含了 这个过去的航运大亨 马士机 以及美国 英国等石油的巨头等等 甚至也要接下来影响的 就是我们汽车产业 停产的讯息 包含了Volvo Tesla跟米其林轮胎 那其实英美跟欧盟的态度 相对来说 目前在鸿海地区 是呈现了一个分歧的状态 到底有没有签署 所谓的这个恐怖分子 还有认定的协议 现在来说 法国 意大利跟西班牙 都还没有签署 那未来如果呢 欧盟并不将这件事情 视为一个非常严重的 烫手山芸 或是影响全球情势的 情况来说 教授您怎么来分析 因为目前为止看得出来 在一月份影响了很多 经济上面的波动 数字上大家感受 也许一个月没有这么深 但接下来二三月 还包含了农历春节要到了 可能会影响的是 不管是美欧 还有包含了整个亚洲 都会受到波及 我觉得这一次 这个红矮的 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影响最大的 最紧张的应该会是欧洲 因为事实上欧洲有许多国家 包含像德国法国这些大国 他们都是以出口为主 那在最近大家也知道 在瑞士所举办的 这个WEF的这个年会 其实他们的一个调查报告 就指出大概有超过七成的 这个全世界的这些 首席的经济学家 认为欧洲的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是非常非常高的 甚至有一些认为会更差 那为什么会提到欧盟 我们知道像德国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这些大的这些车厂 他们的车子不可能坐飞机 一定是坐船 那这些世界的工厂都在中国 这些生产轮胎的 如果运不过去 他就没有办法生产出车子 做引擎的日本的原厂 做出来引擎卖不到欧洲去 他就没有办法生产出车子 所以对于这些过去生产 我们所谓的商品贸易的 就是实体商品贸易的这些国家来讲 他们或许他们的商品的精密程度都很高 但是因为他们都是要走这个海运 所以他们受到运飞的冲击就会很大 那一旦受到运飞冲击很大 我本来寄望说今年是不是 大家去库存以后 那我的出口可以开始畅旺起来 现在我又遇到这件事情 那有可能他就会使得 我的出口就会延了 我的出口就没有办法像过去所想那么好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 从中国出口出来的这些产品 他也有可能因为这些船去了以后 他就回不来 就导致这些货也出不去 所以对中国来讲 又面临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原来寄望 我世界的工厂 虽然有一些工厂慢慢的搬开来的 但是有一些工厂 还是继续留在中国的 继续留在中国的 这些工厂往往他们附加价值可能没那么高 也就是说他可能很需要坐船 他很需要坐船 那他又必须要面对红海的危机 就会使得这些中国的厂商 有可能在进一步的受害 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倒闭的危机 中国的这个救援问题 可能就会更为严重 那如果你把中国跟欧洲 两个一起加起来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那欧洲现在船 他的这个汽车可能卖不过来 或者是欧洲的一些精密的仪器可能卖不过来 那这个时候就会使得欧洲的出口就会下降 经济有可能进一步的下滑 就会形成一个比较不好的这个恶性的循环 那刚刚志玲有提到就是说过年要到了 那接下来是不是物价会慢慢的这个有所波动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其实跟之前的这个物价的一个上涨 事实上还是有一些比较大的不一样 最大的不一样来自于说 这次纯粹是在供应链里面 整个运送过程里面运送过程出了问题 所以出了问题就是说 我必须要绕比较远的路 或我的风险会提高 但是无论如何都是我们的成本的增加 那跟之前因为俄罗斯去入侵乌克兰 导致了整个粮食本身生产的地方 他就物价上涨 因为COVID的关系就导致我们很多的这个码头功能无法上班 导致这种锻炼 其实这个故事原因都是不太一样的 那因为不太一样 所以之前物价已经涨了一波了 那在这些运费慢慢跌下的时候 物价也没有跌回来 很多的物价还是撑在那里 所以现在你要再继续涨价没有关系 那就看你可不可以涨得上去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在目前如果全球的经济 目前看起来还没有很大 复苏或大家一般普遍的薪资 没有再继续大幅上涨的话 这些厂商可能只能自行吸收 也就是说他可以转嫁给消费者的情况 可能会比较有限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一次物价的一个冲击 可能不会像之前那么大 所以我是认为大家不用到那么样的担心 虽然不用太过担心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很多经济表现会被遞眼 原本第一季有一些数字 本来预期在年底已经去化库存 要开始好转的同时 其实第一季的表现可能就会渐渐的 也许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才会走上正轨 那事实上还有一个问题是 因为现在全球海运的断裂 我们来看一些数字 包含了现在在中国 刚刚其实教授有提到 包含中国的问题 其实在深圳的盐田港 欧洲航线甚至在1月有6天都出现空班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地岩的效应 可能过去在这个航运7天 现在因为要绕到好望角 外加10天 所以变成了不管是去欧洲或美国 都变成了有货无仓 也要有一些厂商必须要开始进行抢柜的大战 那因为要抢柜 所以供需的问题出来之后 货柜就跟着大涨 15号我们先来看40尺的货柜 最低要加价1000美元 那美西线涨25% 美东线涨20% 但是预计在2月份的第一个礼拜 美西跟美东都会再各涨700美元 甚至美西这个5700美元的价格 还要往上加7% 7700美元 美东线每40尺还要再涨10% 所以刚刚教授提到的中国优势不在 的确有其的原因 再来是说 另外一个我们也发现到了 其实今年2月熊本就要开幕了半导体厂 其实有很多的生产设备也在运输的过程当中 那大家也会关心到说 不管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消费端的产品 还有很多是所谓生产设备跟资本支出 本来时间点要就位的这些器具或者是生财工具 其实可能都会影响到接下来不管是电子业或者是原油的价格 因为现在不管是时间拉长了 大家的基本工资会因为天数增加 还有甚至包含了保险的问题 有一些可能在公司上面的评估觉得因为要经过红海这个路径相对的比较危险 所以整体来说数字上涨可能还是一个表面上的行为 接下来也许通膨不会很快升温 但是今年联准会也许会对全球的经济有一个不一样的评估 我们过去在2023年的年底曾经也有看到说 哇联准会已经把这个点证图都写出来了 但是今年第一季可能也许不会有大动作 我想大家最后会担心的就是说 是不是会因为接下来物价的一个上涨 就延后联准会去降息的一个时间点 但是我觉得如果联准会真的会去降息的话 那就代表物价没有涨了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经济状况 目前看起来还是没有非常的好 如果我们担心这个物价上涨 会延后这个它降息的时间点 那代表经济应该过得还不错 所以经济过得还不错 就是说我们都一直去考虑的就是说 今天成本上涨了是不是物价上涨 那这样就会导致联准会会降息 会降的比较慢 可是你要换个角度来想 如果今天需求没有那么大 那你价格再继续拉高 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问题 有可能消费者就不买单 那消费者不买单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有可能会出现动货紧缩 就是有可能会出现物价的下跌 那如果真的出现物价下跌了 它开始降息了 我们观众朋友可以想想看 这是好事吗 这可能不是好事 因为是你的需求不见了 是你觉得需求下降 所以联准会开始降息 所以如果联准会真的 他还那么有信心 可以把他的物价称在 应该说把他的利率水准 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水准 延后降息的话 那代表整体的一个全球的经济 或美国的经济 还是非常强劲的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一直在期盼 联准会降息 但是他却迟迟不降 因为大家认为说 我的利率一旦涨了 那你的成本就会上升 你厂商就会有可能会出现倒闭 这个借款的成本就会提高 所以整个经济就会变差 那都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 反而看到整个就业市场 都维持了还不错 所以才会让高利率持续到现在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去预测联准会 他到底会不会降息的话 那我们要看这个物价 真的有没有涨上来 如果他没有能力涨上来 而是厂商自行吸收的话 其实就某种程度代表说 整个市场他是不买单的 是 非常感谢蔡老师 今天的解析更多讯息 请您锁定 我们稍后来 哈喽 我是蒋新梅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